我们现在继续学习柳公权玄比塔碑的肩甲结构 前面我们讲到了独体结构 讲到了左右结构 然后我们介绍的是 下面介绍的是汉字的上下结构 上下结构的字就是说 也是比较多的 数量比较多的 我们上讲也示范了几个字 这里我们再继续示范一个上下结构的汉字 像类似这样的字呢 下部比较比较多 所以在处理的时候上部略收紧 下部略舒展 这样这个字呢整个就比较稳 上下结构呢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由多个结构部分组成 这就是叫上中下结构 由三个结构部分组成 这样的字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 容易在重的方向呢写的比较长 因为它要排布的内容太多了 所以呢在写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这个笔画之间呢穿插关系 然后呢中工一定要收紧 再就是呢 字的重心 居中偏上 笔画呢稍微紧接一些 不要写的太松散 写的松散了你到下面就可能有 空间不够排布不开的情况 我们举个例子 像这个字就是典型的上中下 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但是呢笔画呢 它是相互穿插的 下面的部分呢和中间的部分呢 它有一个互相的错位 这样呢整个这个排布起来呢 感觉它的布局啊还是很舒朗 很均匀的 然后下面我们介绍包围结构的字体 包围结构的字体呢 我们在使用汉的过程中呢 见到的很多 也很普遍 包围结构呢 它有几种形式 一种是全包围 就是所谓 带这个外框的 带外框的字 四个方向都包围 也有一种呢是三面的 有三个方向包围 比如这个区别的区 然后还有一种两项的 两项的字呢 通常就是说 它的上面和左面 特别是带这个 广字头的 我们先写一个 稍微的简单一点 有点儿了 这个呢实际上是它这两个方向 是把这个字围起来 然后呢还有一种 所谓三个方向包围的 它是一种在一个外框的区域里 有的时候在包围的内部 需要摆布很多笔画 所以在写的时候呢 一定要规划好 他们之间的位置和相互关系呢 要有一个考虑 同时呢要注意观察 你所临写的这个背切本身 作者他是怎么处理这个难题的 他的一些方法呢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方法 像这个就是说它内部啊这个笔画非常繁复非常多 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是要减弱 把笔画写细 同时呢再就是一个呢 要把他们之间相互关系而处理好 而且一个全包围的结构 就是要做 Increase 我们要是处理一下 所以啊 我们要这个是处理 是什么时候 我做的 每个人都拿到了 在处理 着导致 教育 这就 вас最好 就是 全包围结构的字体 有一特点 就是说 它往往容易将字写大 在同样的写法中 你要是写的过程中 不是有意的控制它的大小的话 它通常会比别的字 字体要大一些 所以在写全包围结构的汉字的时候 要有意的把它整个字的外块 稍微写小一点 这样从视觉效果上来看 它会和其他的字显得大小一致 这是写这种字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前面就把主要的结构 都做了一个系统的介绍 因为汉字本身它的复杂性 所谓这些结构 是大致做了一个分类和归纳 但是在运营过程中 很多字它是各种结构的一个综合体 所以实际上写起来 我们面临的很多汉字是叫组合结构 组合结构 我既有上下又有左右 它是一个几个结构的结合 所以在几个结构结合的这种情况下 就是怎么把这个组合关系处理好 在处理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大的原则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 柳公权他的楷书 他的节字特点 就是首先一条叫中公收紧 中公收紧 就是我们在处理几个不同结构的时候 这些结构本身都是 向中间集中的 这个笔画本身向中间这个地方 是要压缩空间的 压缩书写空间的 而在四围的 在这个笔画的四周 这个可以写着稍微舒展一些 同时呢 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呢 还是那个前面讲到的规律 叫上紧下松 上紧下松 排布均匀 然后呢 互相之间 几个部分之间呢 有一个对照 有一个互相呼应的关系 我们在这个组合结构里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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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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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这个罩子 它实际上从上半部看是一个左右结构 从全字看它又分成上下结构 等于是它是两种结构的组合 但是下部它是由四个点来组成的 这四个点就可以对上部有一种托矩的作用 所以这四个点它为什么都是这个方向 它就是一共向上的一种呼应 再比如这个字 再来一步 它也是上部是一个左右结构的字 下部也是一个比较长的比较简略的字 它和上部是有一个呼应关系的 这种多个结构组合的时候 就是要关照好字和字之间的关系 我们写一个笔画更复杂一些 就是结构更复杂一些的字 让大家看一下 看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我会播放到设计的内容 我们下部有쪽에 будет 还有一个条件 然后我们下部有点注决会 我们下部有点注决会 说这种决会 无续闹意 这个就是属于笔画结构更加复杂 这个字的笔画更复杂 然后就是上部要尽可能写得紧一些 然后下部要写得稍微舒展一些 汉字的基本结构 特别是在玄秘塔碑这些例子中 我们选取的这个范字先讲到这 然后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咱们在结构运用的过程中 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说起来这个肩价结构 从古到今书法家们都很重视 有的甚至认为结构比用笔还要重要 用笔就是咱们前面讲到的笔画 每个笔画怎么写怎么造型 是学会了书法的基本部件的一种写法和规律 而结构呢是这个汉字它美不美 一个重要的基础 纵观这个柳公权旋律塔碑啊 它这个结构变化呀 主要呢我们要注意三个方面 第一个规律呢 就是书密的变化 从汉字结构啊 本身来讲呢 它的书密呢 是根据它的笔画自然形成的 但是呢在这个我们书写的时候 你这书写汉字的时候呢 它这些笔画呢 和你这个毛笔楼上的墨迹呢 和你这个白纸之间呢 就有一种黑白对比的关系 这种黑白对比的关系呢 就是一种形成了一种空间的分割 所以呢 书密处理的好坏呢 就直接关系到你这个字的造型的这种 造型是否美观吧 是否漂亮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举一个例子呢 来看一下 比如这个字 它的这个书密对比是非常分明的 它的左半部呢 是一个偏盘 右半部呢 是一个笔画很多的一个结构 所以在处理这个结构的时候呢 你的右半部呢 就应该写的比较收紧 比较收紧 你左半边的形成一个对比 但是通字呢 又是一种平衡的关系 第二个呢 就是要注意呢 这个汉字呢 它是有方向性的 比如呢 我们现在知道 通常的规律呢 是左至右 上至下 这是通常咱们书写的规律 在书写的过程中呢 这个方向性呢 通常在笔画里呢 有比较明显的表现 就是说我们认为呢 好像是 有比较明确的 就比如说这个纵向的笔画了 纵向的笔画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肯定是方向很明确的 就是 就是垂直的 上下的笔画 实际上呢 它这中间呢 会有很多的变化 我们举一个例子 大家看看 好 好 響鐘 从这个方向性来讲 比较典型的就是这种 带有区别的 带有区别的这种结构 你比如说 有相向和相对的区别 比如说咱们通常 写一个方向一致一点 像这种连续的笔画上 它的方向都很明确 这里头实际上是有几个方向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 从左半部的偏旁来说 它都是向左下方 而从右半部 这个横的方向 实际上它是朝右方 然后最后脱底的这一笔大 它实际上是一个 把整个字的承载 然后向右向上挑的 所以这里头 它在运用的过程中 就要顾忌到每个字 它有一个式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向背 向背是指笔画线条 在书写的时候 有这个依让和顾盼的变化 比如左笔呼应右笔 上笔呼应下笔 产生相向或者相背的姿态 这个呢就在汉字里呢 就是表现的 这个字式呢 就显得是或者是开放的 或者是收敛的 我们举个例子 大家看一下 比如公字的这个上面两个点啊 它就是一种呼应的关系 是相向的呼应关系 这两个字的呼应关系 它就是可以表述为就是相 另外再举一个背的例子 像这个凡字的这两个笔画 它就是一种向外的式 分别是朝两个方向 这个呢就是一种背 一种背 它呢这个字呢就显得 要宽阔舒展 这就是相和背这种关系 然后我们再来讲是开和 我们从字意上理解啊 就是开呢肯定是输 和就是密 一个汉字呢要做到这个收放有度的话呢 它就是要有一定的开和变化 而不是平云的 比较明显的是 比如这一类汉字啊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这个探字它的方向基本上是向右方 然后密的地方在它的左边偏下的部分 实际上它的开式是在边 合式是在这个方向 这就是一种对比 关于结构造型的这些变化和规律 我们需要在实际训练中和对这些的研读中 不断的观察 然后不断的总结 慢慢就会熟练 同时变成自己的一种书写习惯 这个部分的内容就讲到这